嗨 大家好 我是德国大伟 我们家刷完墙 按完门 贴完瓷砖 留盘缝 接下来最后一步 那就是铺地板 当初我家想买地板的时候考虑很多 比如说复合地板 石木地板 然后还有一个是石塑地板 复合地板和石木地板呢 它都是有木材成分在里面的 比如说石木地板就是有的是全石木 或者是半石木 它的种类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这两种地板都是有加权的 只不过是或多或少 我家最后选择了这种石塑地板 石塑地板呢 今晚上查 它是石头和塑料给它硬往里面压压成的这种地板 而没有任何胶啊 什么让它们互相粘连那种 所以这种是零甲权的 那我家经过再三考虑 考虑这种石塑地板 但是铺完以后就发现有一点一个问题 就是说石塑地板毕竟还有石塑的成分 它们会裁起来有一点点凉 它跟木头和复合地板相比 这个保暖成分呢 还是有一点点欠缺 但是东西嘛 总要舍弃 而要你想要的东西 所以说还可以吧 客厅我已经铺完了石塑地板 还有杂卧尖也铺完了石塑地板 现在我要铺的是一楼的走廊和卫生间 可能没有看完我这一个完整的视频 就说你也是搞装修的 你能挣多少钱呢 就问我这样的问题 我再次重复 我不是搞装修的 这是给我自己家干活 我只是把我们家整体的装修各方面呢 都拍了一些生活日记 其中一点呢 就是一点一滴记录我们家装修的过程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也方便在海外的华人朋友们 很多时候也需要自己去动手去装修 有一些重点 一些视频里不会介绍的那么详细 我俩就会把我们装修当中有一些的小错误 或者是感觉哪一块儿好了 讲得很详细的告诉大家 方便大家自己动手 DFI 给大家省钱了 现在我已经把地板都起下去了 我觉得起地板已经耗费了我一半的力量 地呢也给扫干净了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个大型机器 这个机器是铺地板的时候是专用 也可以用在四流瓶当中吸灰尘都可以 那我就用它把地再吸一遍 把小颗粒石头籽一定要吸出去才能铺地板 用这种模 普通的模是不行的 小颗粒不转的 因为我选的是木纹的花色 一包里面的木纹的走向 还有木纹的形状 它是不同的 要把它分裂 那铺的时候 不同花色要错开铺 看总共是六种不同的花色 要把它完全分开 这种特别好着 拿笔纸刀划完以后 就可以拿钳子给它掰 摆多余的毛铲 整定了 这种特别的毛铲 就像我一样的毛铲 地板要拓开 可以是从中间打开 也可以从三分之一 接下来到了非常主要的一个步骤 一个长边一个短边 先铺哪边都有卡扣 我家这种地板是四毫的 是这种长型的 长型的话建议先这么铺 先铺长面 前面这个卡扣呢 用到了这个锤子 一敲就完事 不要特别光光的使劲敲 哪怕你可以反处的多敲几下 都没问题 如果特别使劲敲 它很容易碎掉 相信这个卡扣 你会使劲敲 什么卡扣 就会把益子放在途子里 我家里面一个是 下去 多输人 转出 好 十分之一 就像个人 一样 你会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德国一般两个地板之间的接缝 用这种东西 两个地板之间铺完了以后 用这种材质的东西 给两个地板之间合上 今天把地板和地板的围边 都已经铺完了 其实这个铺的很简单 不管是男生女生 我相信你看了我的视频以后 会更有信心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